歡迎收看 Let's Go Crazy 我撐港超聯精華節目 上星期六和日分別上演兩場非常精彩的竹種杯四強大戰 兩場賽事合共有五個入球 相知有多精彩,那就一起去看片 Let's Go Crazy 首先帶大家來到旺角大球場 看看由標準流浪和元朗合面的竹種杯四強賽事 去到下半場的時間,兩隊一開球已經積極搶攻 開球短短五分鐘,按力圖開罰球斬入禁區 連桌師起腳射入,終於為球隊先開記錄 標準流浪以1比0領先元朗 去到65分鐘,葉仲浪在右邊開出角球 發比澳前柱對出一頂破網,幫球隊追成1比1 禁區頂的懸陽頭隨傳給雲迪盧域 他在禁區左路冷靜吸過徐宏傑 再推多兩步傳中,滿前的流重位射入烏龍波 令元朗成功以2比1反超前標準流浪 最終元朗憑轉2比1比數擊敗對手 晉級決賽,恭喜元朗 接著另一場四強大戰就由冠中南區和香港飛馬攜手上演 香港飛馬運用一個古惑角球的戰術 迪雅高扮同主開角球的李家豪撞場 結果自己帶著波源底線快推入禁區 扎角度起腳射射破網 就是這樣,香港飛馬以1比0領先冠中南區 最後去到87分鐘迪雅高底線全中 門前無人看管的黃威接應後輕鬆射入 就是憑著這麼漂亮的1-2 幫球隊的比數拉開到2比0 最終香港飛馬現2比0淘汰冠中南區 順利獲得足總隊決賽最後一個席位 恭喜香港飛馬 各位支持本地幫的球迷記得下載東網APP看直播 還有還有,各位球迷如果想在直播期間 跟我們的評述員互動溝通講波經 歡迎到時去到我撐本地波的Facebook專頁留言就可以了 下星期再見,拜拜!